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,体内都会有激素,只不过是两者的种类不一样罢了。 可能对于男性来说,熊激素的含量到底没有很大的影响,但是女人的话,磁性激素含量就非常重要了。 体表,女人味,活力还有生殖器健康,都和磁激素息息相关。 女性衰老也是从磁激素减少开始,一般在35岁之后,就呈下降趋势。 这个东西也是影响卵巢健康的因素。 任何女性想要自己身体健康,心情愉悦地度过更年期,都要重视卵巢的健康。 今天的文章就针对保养卵巢,给大家推荐几款有益的食物。 百合 百合有观赏性,食用价值还有药用价值。 近几年喜欢吃百合的人越来越多了,其中的营养价值也被挖掘出来。 所含的矿物质成分非常多,还有大量的维生素,人体有充足的矿物质才不会疲劳。 体内维生素充足和衰老速度才会减缓。 除了这两个功效外,百合能帮助人体清除体内有害物质。 最重要的是有保养卵巢的功效,调节体内激素水平,有效地预防卵巢。 黑芝麻,维生素一普遍存在于黑芝麻中,其含量也是植物界中的翘楚。 平时说到美容养颜,都上不了这种维生素。 它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。 除了被当作抗氧化剂以外,维生素一还能增强女性的生育能力。 是大名鼎鼎的生育分,生育也离不开卵巢。 所以说多吃黑芝麻这种含量生素一量高的食物,可以滋润卵巢,防止绝经期的提前到来。 此一,这也是今天推荐食物中唯一的一款水果,也是平时比较少见的水果种类。 新鲜的可能难以购买,但是做成的果汁力却很容易找到。 买不到新鲜水果,可以去超市独埋点果汁回来喝。 这种水果对女性的功效有延缓衰老,防止癌细胞生成,抗疾病毒侵入体内,抗辐射的作用。 豆和豆制品,到那里面所谈的著名成分就是大豆义黄酮。 这和女性体内的女性素非常相似。 食用进体内后,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体。 耐分泌失调的女性可以多喝豆浆,或者吃点豆腐、豆奶等。 调节体内内分泌,有些女性体内女性激素和男性激素不平衡。 豆制品对此也可以起到平衡的作用。 最常见的是女性激素水平低。 多吃这类食品,就可以让这种激素回到正常水平。 各根粉,这种东西,因为和人参有着义去同工之效,被称为千年人参。 最后推荐的这款是猛药来的。 里面所含的植物一黄酮。 没有哪种生物是可以比拟的。 所以平时喝多拿粉末泡水喝,会大大的促进身体多多分泌女性激素,从而滋养卵巢。 各位女性朋友们,大家平时会吃这些食物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